昨天有网友私信问,在美国能不能零首付购房?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 现在部分情况是可以的,这个后面讲 就是为了避免重演2008年的长期 08年那时候确实是有普遍性的零首付的 而正是这个零首付拖垮了当时的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您要是有时间就听我跟您聊一聊 2008年的次贷危机是怎么回事 不涉及专业的词和理论 如果有错的地方,欢迎大家纠正 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Chris Liu 这个事情还是要从90年代说起 以前美国人是不喜欢买房子的 只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有房子 那个时候大家有点钱都放到了股市里面 都放到了去买一些债券什么的 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叫金色的90年代 所有的人基本上都从这种资本市场里赚到了钱 但是你去买这些股票什么的 你得有本,你得有本钱,对吧 所以有一些人就跳出来了 说我们连这个本钱都没有,怎么办呢 这时候美国的老大们就坐不住了 他一看这么多人,有20%的人跟我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我处理不好呢 那可能下一届就没我什么事了 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干嘛呢,去买房 买房呢,不需要本,零首付 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指挥美国的两家公司了 一家叫房利美,一家叫房地美 这两家公司是干嘛的呀 他是去买这个房贷的债券的 也就是说呢,这个穷人呢,从银行借了钱 然后呢,银行呢,再把这个债卖给这两家公司 所以呢,这到了95年的时候 就发布了一个命令 就是说你们这两家公司 购买这个穷人的这个债券啊 不能低于42% 这两家公司肯定不愿意啊 那万一这个穷人还不上怎么办呢 我还是喜欢买那种有钱人的嘛 但是呢,命令就是命令 你不同意,你也得接着干 这个事开始弄了之后呢 这银行一看,卧塞 这两个这么大的公司 他都敢干这个事呢 那咱们也干呗 什么事呢,就怕集思广义 那大家都掺和进来以后 各种思路就出来了 那么呢,比如说 我给你放一个贷款 然后呢,你首付没有是吧 然后我再给你放一个首付的贷款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变成第一个第二个贷款 都有顺序的 甚至还有第三个贷款 反正那个时候银行不怕呀 我就买了这种破的贷款 咱们叫刺激贷款啊 买了这种东西 那就当破烂,反正能卖给房地美房地美 后来呢,到了2001年的时候 这时候这种穷人贷款的这个比例 房地美房地美买的 然后呢,要求他们又超过了50% 接下来呢,这个房地产市场就疯狂了 银行怕什么呀 银行现在不怕你不还了 现在他怕他少赚了 所以呢,他就弄杠杆去借钱 最高呢,就加到20几倍的杠杆 后来呢,房地美房地美一统计 700多亿的贷款没还 你别忘了还有杠杆呢 加起来14000多亿呢 那个时候的银行借钱呢 它是转着圈借的 A借B,B借C 有一个出问题,一串都完蛋 大头还在这两家公司扛啊 大家一看呢,这房价比我欠的贷款还低 而且我是零首付没本借的 我还还什么呀 而且呢,美国有很多州 它都是这种产权抵押的形式 我把房子不要了 这个事就了结了,就结束了 所以呢,这些穷人直接就不要房子了 跑路了 这种事情呢,一旦形成规模 那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差 怎么办呢 这老大们就选择了 我去印钱,去量化宽松 去发行呢,一些什么国债啊 之类的 然后呢,把这个钱弄出来呢 就去买这些银行的刺激贷啊 企业的刺激贷啊 然后尽量的就维持这个体系的正常运转吧 这老大们呢,给这个刺激贷兜了底 然后结果导致什么呢 导致了印钱印的太多了呀 赤字了 所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债 它就直线的上升 大家一看有人抖底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 这个下跌 哎,停 停止了 止住了 但是呢 这个老大们就欠了一大堆一大堆的债 欠了一屁股债 这一屁股债呢 直到现在都没有还完 所以呢,你后来再去 借钱去买房子 就没那么简单了 收入审核的极其严格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还要求你有首付 零是肯定不行了 除非呢 你有担保 有人给你担保 比如说呢 像现在在一些部门工作的人 然后呢 这个部门它有一个保险 就是说呢 你就给它放 零首付的贷款 但是呢 一旦出了问题 我们这个保险给你兜底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银行它敢放 而咱们平常做的呀 哪怕你收入很高很高 那你也得拿5%出来 你还得去买一个保险 这样的话呢 这个银行才敢给你放 那么现在呢 市面上有一些什么不查报税的呀 或者是外国人的这种 它的首付就要求你更高了 30 40 50 这都是很正常的首付 为什么呢 降低银行的风险呗 哪个银行它也不想再变成第二个雷曼兄弟吗 咱们自己买房子也是一样嘛 你说市场好的时候 大家都往里冲 然后是个人就是什么房神呢 然后知道哪里大涨啊 因为那时候你买什么都涨嘛 所以呢 这个风险的意识还是必须有的 比如说房型啊 地段呢 然后你借多少钱呢 能不能扛得住啊 这些其实都是要考虑的 时间不早了 然后希望呢 今天聊的对大家有帮助 然后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单独的交流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